前文再續 書接上回 上次講到 面對餘狼似虎的黃泉斌 韓寶正放到手藤腳陣 都未等到黃泉斌攻到慶元城下 他就直接放棄慶元城 大兵就出到城牆之外 出到城牆的韓寶正行動非常迅速 可惜他不是去找宋軍的主力對決 而是迅速帶著人馬趕到再遠一點的西縣 即是現在陝西緬縣西老城 你知擁有數萬人馬的後屬軍團 現在才搞清楚 他們的主帥這樣做 是為了和黃泉斌拉開一些距離 或者這樣就可以挽救一下他馬上撤死的心臟 黃泉斌見到他那麼水皮 都沒有興趣親自來對付他 只是派出了先鋒大將史賢德 一路疾追 史賢德進兵神速 都未等到韓寶正跌入西縣 就迫使韓寶正要在三泉伊山貝城 結陣自保 三泉 即是現在陝西寧強西北的陽平關 這一仗不需要再打 一位晚於宋朝而生的西方戰神 曾經說過 一群由獅子率領的綿羊 可以打敗一群被綿羊率領的獅子 就算這時候的屬軍 個個都是嗜血如命 強悍凶猛的獅子 在韓寶正這樣的官家公子的徽下 都會生歐歐的激死 再講史賢德徽軍疾進 都未等主帥王全斌的主力到達 就向數十倍於幾的屬軍發起進攻 你數萬屬兵全線崩潰 你一戰直接就將戰場 向西推進到後屬的國境之內 王全斌就捉住了韓寶正 而且再次繳獲軍糧三十幾萬斗 這個收穫非常之巨大 宋軍後方至關重要的良度 可以暫時不必考慮 完全可以誠勝追擊 一股作氣 沒有追到多遠 在他們面前的 已經是屬到的絕境天險 家盟關 家盟關? 有些人誤會以為它是劍門關的誤讀音 一個是家盟關 另一個是尖門關 其實就不是 對,家盟關的故城 是在現在四川省 在港元市的圓壩區超化鎮以北 大概五華里的土基壩 關城已經是蕩然無存 而劍門關 就在家盟關故城西南 大約二十公里處 屬港元市的劍國縣 不過他們是同一座山脈之間 同樣是雄關險峻 非了難遇 不過相信如果各位是講粵語的朋友 就不會對這兩個名字有所誤會 一個家,一個劍,一個盟,一個門 讀音就相差很大 劍門關、家盟關 這個才是屬人真正的心理上 也是實際上的防線 前面跟大家講過 三國時候屬將大將軍姜維 就在這附近擋住了中匯十萬的佛屬大軍 你完全可以相信 在今次的戰役之中 屬道之外的戰鬥 後屬軍隊是沒有真正法力的 因為畢竟不是屬人世代生息的根本之地 而且身後有如此的屏障 又有誰會提前跟你拼命 縮到入天險入面 後屬人會更加使出最絕的一招 消毀棧道 這些棧道是先民 在本來絕對沒有道路的岩石峭壁之間 強行鑿開洞 再插入木樑 樑上鋪設木板 下面再用邪柱加以支撐 這樣才無中生友 製作出一條名符其實的天路 是一條真正的奇蹟之路 而他一旦被燒毀 這樣就恢復了懸崖峭壁的本來面目了 趙康人的軍隊 除非你們個個都會飛 又或者是猴子精托勢 不過這樣都很難辦 事關還有那麼多刀槍劍擊 還有糧草之眾 唉 後屬全境的軍民 包括國王孟闖 都可以大鬆一口氣 天險就是天險 他們已經安全 何況更加重要的是 偉大的後屬第一軍事強人 舒密使領北面行營 都統王超遠先生 已經帶領後屬的真正主力大軍 抵達了利州 利州就位於嘉寧江的東岸 他的前邊就是廣元 也就是加盟一帶 他的背後才是劍角 他本身就建築在崇山晋嶺之間 在劍門天險之前的另一道天然洪溝 足以令到宋軍望移卻步 呵呵 那大家請鼓掌 還生吵吵的朱角亮先生 隆重登場 歷史證明 他馬上又改變了這場戰爭的全部進程 其卓越突出的表現 令到敵我雙方都難以自信 上天似比孟廠和王超遠的地理環境 無比優越 而王超遠在和王全斌直接遭遇以前 他表現出一位 卓越的軍事領袖所應有的氣度 以及敏銳的位置感 他從遙遠的成都出發 不急不操 視前線迅速惡化的軍情於不顧 始終極其人道地保留著自己精銳軍團士兵的體力 在壽美紅旗的熟山熟水之間 萬條絲利地前進 而上天更加給他不可思議的運氣 當他終於趕往前線的時候 宋軍就正好被擋在加盟關之前 至少王超遠的軍隊可以安全順利地進入天險利洲 又是天險 真的不知道我們的民族所生存在這塊大地 為何會有這麼多構成 但也萬分慶幸這些地理環境 請想像一下 如果在我們的北部平原 甚至乎沿海一帶 如果有四川的崇山晉嶺 天然的絕碧屏障 那有多好呢 就不會有這麼多 異族入侵國亡民喪的悲劇發生 王超遠就這樣 他就進入了利洲之後 立即就倒杯落 他面前的天險實在太多了 多到他可以高枕無憂 他相信 就算不派一丁一桌防守 那些走慣了平地的北方佬 都米洗之意四肢健全地爬到他的面前 因為群山環次中的利洲 前面就設立了大小曼天寨兩處 這裏的地形更加是險峻 要知道有多險峻 這個地方連後屬都只能夠設債 而城都起不到 而在大小曼天寨之間 就是深合巨谷間奔流咆哮的嘉寧崗 完全可以肯定 宋軍千里奔襲 一定不會托戰船來的 如果你想在本地斬木造船 那根本就是一個笑話 唯一過江的指望 就是那幾條木橋 不要說橋又窄又長 沒有辦法展開兵力來強攻 就算萬一守不住的時候 一把火點著他 就會叫全體的宋軍兵卒 看著對岸又跳又叫都可以 而且這些都是通通是次要 黃泉斌將第一道死寇解開 才可以講第二樣 這個就是斬道 加盟關之前的斬道已經被燒了 只是剩下被燒到焦了的懸崖絕壁 看看你們怎樣才過得來 各位 黃昭遠又這麼把炮 入到天險之中的天險 尼州 宋軍面對這麼多難題 又有沒有辦法呢 欲知道後事如何 且停下活 分解